来自全台的篮球好手 在这个周末 齐聚屏东大棚弯冰弯码头 争夺知名人寿三对三篮球联盟赛 首战冠军头衔 每位球员不为烈日当头 不管是切入 跳投 抢篮板 攻守转换不止迅速 每个动作都不马虎 是相当高层级的篮球竞赛 这个比赛也有中华队的学姐 就是之前的学姐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而且可能一生应该也不会有几次 而且对到这些强度 我觉得对我的自己篮球表现 会有更好的满足 然后希望我可以因为这次的比赛 然后表现得越来越好 但这是第一次我自己个人的参赛 那我队友其实都蛮给力的 那我觉得未来机场 然后在别战比的话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尽全力 那也希望可以 有机会的话可以代表台湾参赛 屏东县是六都以外 唯一举办三对三联盟赛的城市 幸福期待透过高水准篮球赛事 不但提升篮球风气 挖掘人才 也能够行销屏东特色 刚开始进来第一年有打过三对三 也是类似的比赛 但是没有到就是这么隆重 我们屏东又最棒的热情 欢迎所有的三对三的好手 因为透过这样的竞赛可以累积相关的分数 有机会可以进军2024的巴黎奥运 中华民国篮球协会表示 知名人寿三对三联盟赛 接下来将在六都进行八回合赛 每回合都符合FIFA三对三赛事模式 优秀选手都有机会代表国家出征国际赛场 允许文巴朗 屏东东港才用不到